今天姊妹平安 很高兴我们到了这个学期 最后的一次的第十堂课 那么我们真的感恩 虽然这门课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的预备 我一个礼拜差不多花三天时间 就是研究这些资料 然后打资料 做PowerPoint 发现这个学期接门课 非常不容易很辛苦 但是发现真的感谢神 很多过去不是很确定的一些经文 真的透过祷告预备 真的圣灵启示 就把那个解答就可以做出来 那么有些的解答 甚至在所有的资料参考书 找不到这样的答案 感谢神 那么我就做祷告之前 我就先做个简单的报告 下学期记住 我们是12月1号 周五 改成四点钟 因为我们fall back 动力时间少了一小时 那我们就让中国的同工 都也是配合 我们就fall back 他们还是等于在中国的时间 里面六 早上八点钟 所以鼓励 把这个资讯传出去 更多人可以来上课 那我们下学期是 系统神学 内容 会讲到人的堕落 跟人罪 那么 耶稣的神性 人性的重要性 包括 初代教会 关于神性 人性的异端 耶稣 话语的 教训 他的执事 耶稣是先知 即是君王 更重要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的救赎 然后 我们信徒 信主 所有的经历 都在这个救恩次序里面 一步一步 应该经历到的 神的拣选 神话语的呼召 圣灵的重生 归正 包括悔改与信 什么叫悔改 什么叫信 什么叫重生 什么叫称义 怎么走重生的道路 什么叫信徒坚韧 不会失落 你永远是天父的儿女 不会失落 就是坚韧 perseverance 然后到最后得荣耀 所以 我们下学期 很丰富的内容 所以希望 下学期 鼓励每位同学 都能够 透过Zoom 或是来到 我们实体的课程 来上课 送到ID 就是你们常用的 还有密码 那么很感谢神 我就顺便报告一下 有一位姐妹 在中国北京的 上了我们的课 才上了一堂 她说 王院长 你的课对我很大造就 她说我眼睛开了 结果她就说 有感动 她就透过微信 就奉献了 给神学院 支持我们这个施工 所以我都想到 或许我们线上的同学 假如你们也有 同样的感动 要支持这个课程 来奉献 就可以用 PowerPoint的二维码 或者加个微信 我就带转到学校 假如北美的 弟兄姊妹 你就比较容易 直接上我们的网站 Harvard Seminary.org 然后里面有一个 donation的 你就click进去 就透过PayPal 奉献 或说你喜欢用salad 也可以 那么在这里 感恩的11月 Happy Thanksgiving 感谢神 很快 还有两个礼拜就感恩节 所以我们真的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来仰望神 好 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同心来仰望你 主要在这顺末年终的时候 特别在这感恩的11月 不但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数算你的恩典 感谢你的恩典 主我们真的在11月 甚至在每一个月 每一天 我们都有一个赞美感谢的心 主我们真的感谢你 在这个世界动荡 瘟疫一波又一波 许多地方的战争 但是你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特别保守我们心里 满有你的平安喜乐 满有你的同在 特别在这个学期 你借着圣经的话语 来光照我们 开启我们 很多兰解 又是那么重要的经文 成为我们生命的看见跟经历 主你继续地率领我们 今天是第十堂课 最后一堂课 主我们仰望圣灵 大大的动工 引导我们进入你丰富的圣灵 让我们真的是高举你真理的敬起 就能够得胜 带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祷告仰望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就是特别处理 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无论是新约跟旧约 你读到一些经文 就是表面就是矛盾的 那么这些矛盾呢 不是真正的矛盾 所以我们叫做生命 表面的矛盾 我们表面读这段经文 跟另外一段经文 在文字上怎么是冲突的 不同的记载 这个表面的矛盾 不是真正的矛盾 看我们怎么去 从原文跟文化的角度 把它解开 就发现 原来两个表面矛盾的经文 其实没有矛盾 因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不可能说 一段经文跟另外一段经文 有真实的矛盾 假如有真实的矛盾 就表示说 不是圣灵 漠视了 可能是人的宗教经验 就是像这些新派神学 他们所说的 圣经只是犹太人的宗教经验 是初代教会的 这些所谓的门徒的宗教经验 是人的一个写作 当然会有错 他们不相信圣经无误 但是我们 基要的信仰 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们就是相信 整本圣经每一个字 都是圣灵掌管 先知使徒写下来的 绝对不可能有错误 假如一个经文有错 就表示有可能 第二个经文错 那么就 圣经就不再成为 我们信仰的什么 权威了 所以感谢神 我们基要派的教会 我们非常重视 圣经无误 在西东神学 你们已经上了西东神学1了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讲到这个 Eherency of the Scriptures 圣经无误 原因就是圣经 每一个字 都是under the organic inspi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你们明白了 什么叫organic inspiration 我不要考你们了 所以感谢神 这些表面矛盾的经文 是可以去解答的 一解答就发现没有矛盾 所以第一个 在两个不同的经文 特别耶稣分派门徒出去 传道 在马可复印 耶稣说可以戴拐杖 但是在另外一段经文 我们读下去 就发现说 不要戴拐杖 在马太坤第十章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两段经文 为什么意思说可以戴拐杖 另外一个地方说 不要戴鞋跟拐杖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那个表面矛盾了吗 看到吗 不晓得你们以前读镜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地方 好 我们先读马可复印 说可以戴拐杖的 马可复印第六章 一同来大声读 祝福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戴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也不要戴钱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戴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所以这里说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戴 表示拐杖要戴 因为是保护的 走路爬山 或是有蛇 有动物 还是有个拐杖 可以做保护的 很重要的拐杖 但是到了马太夫人第十章 我们来读读看 好像不能戴拐杖 读下去 马太夫人第十章 腰带里不要戴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戴口袋 不要戴两件挂子 也不要戴鞋和拐杖 怎么有没有搞错 前面明明说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戴 明明说可以戴拐杖 怎么到了马太夫人 马太的记载说 不要戴鞋跟拐杖 当然你自穿的可以 extra pair of shoes don't bring and also the stuff 拐杖也不能戴 什么意思 包括路加飞第九章 第三节也是说 不能戴拐杖 究竟能戴还是不能戴 那段经文错了 其中一段经文错了 就完蛋了 表示 有矛盾了 有错误吗 其实两段经文都没有错 关键是在 我们注意看 马太夫人第十章 看看NIV圣经 怎么犯这个 不能戴拐杖的经文 在马太夫人第十章 NIV的翻译 take no best for the journey or extra tuning or 哎呀我这个挡住了 可能 or这个 他英文挡住下面呢 extra sues and stuff 我看看我这里能不能 他不给我改 我这个 touch for 下面 但没关系 我们看原文就清楚一点 好不好 那么 OK 我把这个 拉掉 你看到原文吗 从左边 你们在路上 on non 这个是希腊文 你们 上学习学过就知道了 在走路的时候 行路的时候就是 the way nor no 不能戴两件 这个挂纸 tunic 就是衣服 然后呢 你看看原文呢 又加上 nor sandles nor stuff 其实你注意吗 在原文里面 这个tool 这个tool是用来描写 不单单是挂纸 两件挂纸 这个tool是关联到下面 其实更准确的原文的意思是 不要带两件挂纸 也不要带两双鞋 也不要带两个拐杖 是这个意思 意思说 你总要带一双鞋 总要带 一个拐杖 但是因为我们 革本的圣经翻译 准确 应该翻译 看看下面吗 NIV的圣经 刚才是挡住了 其实我现在打在下面 NIV的圣经是 nor extra tunic or extra sandal or extra stuff 是净反义的 我们和本圣经 要怎么放着对呢 不要带两件挂纸 也不要带两对血 和两个拐杖 DUO这个希腊文 2 其实是apply 到后面的这两个名词 但是因为写作的时候 要赏词 懂吗 他就assume 不要带两件衣服 其实鞋子上 这个2 只讲一次 但是是应用到后面 两个东西 但是不晓得 和本的翻译的人 就没有把这个2 翻译两次 假如他说 不要带两件挂纸 也不要带两对血 和两个拐杖 你就对了 他故意翻漏了那个2 所以就变成 跟马可福音第六章 矛盾了 其实原文写得很清楚 看到了吗 2 有那个2这个字 希腊文是DUO 那么这个我们英文也讲 讲的DUO 就是双 OK 所以没问题吗 所以第一个问题 带拐杖跟不带拐杖 解答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 要带还是不带 带 带一个就够了 你不一定左右手都拍 带两个你怎么搞 再带一个就够了 鞋子也是带一双就够了 就穿着就好了 就是简壮出发 好 所以第二问题解答了 第二 记得吗 耶稣经过耶利歌诚的时候 有下子 富汗 那么你的子孙可怜我 要得意识 记得这个故事吗 两段经文 马太福汗二十章描写两个下子 但是到了马可 描写一个下子 究竟耶稣是遇到一个下子 还是遇到两个下子 只有一个对吗 对不对 一还是二 我告诉你 没有矛盾 我们来看 简两段经文 先看描写有两个下子的经文 在马太福汗二十章一同来读 他们出 耶利歌的时候 有两个下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但是在马可福音 记载是一个下子 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 到了耶利歌 耶稣同门徒 被许多人出耶利歌的时候 有一个讨犯的下子 是迪迈的儿子 巴迪迈 坐在路旁 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这连我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评判吗 究竟是两个下子 还是一个下子 究竟耶稣是在耶利歌城 遇到两个下子 还是一个下子 你回答一个 你就照了 就表示 就有一段经文错了 对不对 所以 not two or one is actually two 为什么呢 其实在马可福音 按照马可的描写 是具体的聚焦在 这个讨犯的下子 介绍他是底脉的儿子 巴底脉 马可的记载没有说 只有一个下子 他是说 他只是特别介绍 其中一位 他的名字 连名字都知道 Focus on one person 所以 没有否定 有另外一位 只是他只想特别介绍 连名字 不知不知道为什么 somehow 他连这个下子的名字都知道 可能一诗之后 他跟耶稣谈话 然后马可得到这个信息 所以就特别 Focus 在其中一个逃犯的下子 所以答案 应该是两个 只是马可福音 聚焦介绍其中一位 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同学 我就特别介绍 Jack 不是说我们教设 只有一个 其实还有好几个 但是我就是 特别喜欢介绍你 知道你的背景 老同学 对不对 所以 弄清楚了 这两段经文 没有矛盾 假如别人要问你 你要去到教会 带查经 别人问你 哎呀 Ana 传道 怎么 这个经文是矛盾 你跟他说 没有矛盾 OK 是两个下子 就是耶稣特别 Focus 马可特别 Focus 其中一个下子 给他做 访问 说明 但是第三个问题 数字上 Lumarko里 究竟出埃及记载 是430年 为什么 十二轻转 记载 是400年 数字上 很明显不同 但这个比较容易解答 因为 我们一读下去 就知道 基本上 史提反是用个什么 Round figure 整数 在这种 面对别人 逼迫 他在那边 护教 辩护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亚兰文 400来回答 是个整数 不代表说 以前的记载 430年是错的 准确的 的确430年 我们来看看 在9月的记载 没有错 430年 我们来读 出埃及记12章 以赛人 住在埃及 共430年 但是你发现 史提反在 《十度旋转》 第7章 他怎么说 他的后裔 逼记去外旁 哪里的人 要叫他们 做卢谱 苦待他们 400年 不是记错 只是一个 Round figure的 concept 是个整数 的观念 所以我们常常 在用数字的时候 别人问你 这个车买多少钱 明明是 十万一千块 你说买 十万块 整数 就讲少了 一千块 但是 别再追问你具体 那你就说 十万一了 但是好讲 要十万块 差一千块 所以也是个 整数的观念 假如是 住在以色列 480年的话 史提反可能会回答什么 500年 因为接近500年 这个整数的观念 所以不是 这个错误 是一个 我们今天也常常用 这个Round figure 的这种practice 好 所以第三个 表面的矛盾 解决了 当然 圣经里面还有很多 只是我挑几个 比较大家熟的 第四 这个比较难解了 因为在旧约 明明记载 那个地 是雅各买 但是 在这个 手的形状 史提反说 是亚伯拉罕买的 就是谁买 这块地 做埋葬用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背景 我们先看新约 这个史提反 他说 是亚伯拉罕买 这个地的 但是我们当时 在读创世纪 你发现 说雅各买的 这个就真的 花点心思来解答了 好 我们先读 史图行传第七章 看这里怎么说 于是 雅各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的 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世界 葬在亚伯拉罕 在世界 用银子从哈末子孙 买来的坟墓里 讲得清清楚楚 葬鱼 谁买的 地啊 你说 亚伯拉罕买 对不对 但是旧约 我们知道旧约 那个背景的事实 你看看创世纪 很明显是雅各买的 所以我们看创世纪 33章一同来 雅各从巴旦亚南 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的 到了迦南地的世界 在城东之大战图 周用100块银子 向世界的父亲 阿末的子孙 埋了支部 知道帐篷的哪块地 所以从时间的 我们也知道 不可能是亚伯拉罕买的 要创世纪33章 讲得那么清楚 雅各去到世间 他买了 所以 甚至死体反面的逼迫 头脑发烧 就想错了 圣灵没有保守他 然后就讲错了 然后这个路加基赛的时候 也就顺便按着他听到的 就写了 那就表示圣经有错误啊 那不行啊 圣经一个地方有记错 表示可能别的地方也有错 不行啊 其实死体反没有头脑发烧 因为你好好读 《死人学》第七章 描写死体反是被圣灵充满的 他怎么可能会记错了 他整个人都被圣灵的掌管 引导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圣灵给他灵感 圣灵保守讲出来的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护教的一个的讲道 所以他不能讲错 那么我们要怎么解释呢 你要知道 以色列人啊 在他们的种族文化里面 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对祖宗啊 非常的敬重 我下面就说了 他们非常的敬重四祖 认为一切的恩典 都是先祖恩德因弊 带下来的 的确他们也知道 他们所以能够蒙恩 是神减小了亚伯拉罕 与亚伯拉罕密约 他们才能够成为神的爽民 没有亚伯拉罕 这个恩典 他们不可能成为神的爽民 成为以色列人 所以史提反他真的是 敬重四祖 在他们的文化当中 特别他之前也讲到 亚伯拉罕怎么蒙招 怎么出乌尔等等 所以他把这个 买地的事情 先祖也撞在那个地方 这块地呢 把这个尊荣归给亚伯拉罕 先祖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传统 这个都是我祖先的恩德 都是祖先的祖福 常常会祭念到我们的祖先们 同样的犹太人这个传统 非常重视他们的历史文化 先祖 他们真的以亚伯拉罕为勇 信心自负 没有亚伯拉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列 因为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记念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所以我们前几堂课都讲到 亚伯拉罕之约 在西统神学也讲到亚伯拉罕之约 所以亚伯拉罕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 非常的宝贵 被遵从的圣主 所以史蒂帆故意在这里 让他们想到 一切都是从亚伯拉罕的恩德而来 所以也把这块地的 买到归给亚伯拉罕 所纪念亚伯拉罕的 功德的硬币 所以杰伦经文 一定要从他们的这种背景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老美 外国人他们可能比较不太能体会 但我们中国人比较能体会 什么都是我父亲 我祖宗 我祖父的恩典 刚才 尤尔就提到了 他的祖父是 很虔诚的信徒 所以这个恩德 会真的带下来 了解了吗 是这个文化背景 而不是史蒂帆 连那么基本的旧约 谁买这块地都搞不清楚 不是 绝对不是 他们从小都熟读旧约圣经 不可能记错的 这个是因为整个的护教 你看这段经文 史蒂帆是先从亚伯拉罕 一直讲下来的 好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两段经文有矛盾 是史蒂帆 特别遵从亚伯拉罕 第四个经文 那更有意思了 我们都很讨厌尤大 对不对 究竟尤大是吊死呢 还是身子扑倒 都夫破裂而死 因为有两种记载 看到吗 我们先看第一种记载 这个吊死的问题 马太福音27章 一同来读 尤大就把钱银丢在殿里 出去什么 吊死了 但是到了死的旋转 第一章怎么描写的 身子扑倒 都夫崩裂 肠子都流出来 究竟尤大是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怎么把这两个解释 串联起来 而不是不同的两种死法 可以吗 其实假如你是一个camere man 很可惜当时我没有camere 应该是肯定 马太福音的记载没有错 犹大是上吊 假如你站在那边 take camera 真的是上吊 快断气可能 那个树枝他可能挣扎 很可能啊 对不对 树枝断了 他就掉下来 掉下来也活不了 圣经怎么说 身子扑倒 都夫崩裂 长者都流出 所以不是两种不同的死法 是同一个情景 但是呢 马太子描写前面 石头行传 描写后面 假如你是在那边 take camera 绝对整个的情况都拍下来了 哇 他在那边张扎树枝裂了 掉下来 可能扎了个石头 然后就是扑到杜夫崩裂 然后 长得流出来 流血不止而死 但也可能他在树上都断气了 这个就不知道了 断气给他double death 那么坏的人 出卖耶稣 老师对他那么好 你们不要出卖老师 double death 很可怕 所以 也可能在树上都断气了 然后 他的重量 犹大可能不晓得 今天透浅会不会吃得很胖 可能overweight 数字就断 就掉下来 身子扑倒 这个杜夫崩裂 长者流出 所以圣经没有矛盾 只是用不同的镜头 描写同一件事 所以 那些有心人 故意找圣经有问题的人 他们就 故意就说 你看就是矛盾 你看 明明是雅各买 你看 史蒂法 可能头脑坏了 还是圣经有错 说亚伯拉罕买 要挑毛病的人 他就咬定 你怎么解释 他不听 但是其实 真是合情合理 其实是同一件事 就是因为 记载的次序 先后不一样 假如 那个时代有video就好 就一种描写 犹大上吊 结果在树上掉下来 然后就撞到石头 所以杜夫崩裂 长者流出来 就整个拍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video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只能够文字 一部分一部分的记载 所以我在这里下面就说明了 是两个连续的镜头 前面的镜头是吊死 后面的镜头 是从树掉下来扑倒 杜夫崩裂 感谢神没有矛盾 千万不要被这些有心人 故意跳毛病的 鸡胆 跳骨头的人 故意来找我们圣经的错误 没有错误 圣经 第六 节里在旧约 也是有些人 我告诉你 他们不信主的人 也会找到一些问题 究竟 这个大卫 是用了50克色热的银子 还是用了600克热的金子 买了那块 有所祭坛的地 我们来读一下 因为两段经文 有两个数字 说买这块地 究竟是用银子买 还是用金子买 银子跟金子差很多 我告诉你价值差很多 而且数字也差很多 一个是50 而且这是收粉银子 一个是600 而且是金子 不得了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们读下去 我们先看 2. Samuel 上部有句下 二十四章 一同来 大卫说 我要买这盒场 为耶和华猪 看到吗 大卫用了54色热的银子 买了盒场 买盒场 跟牛 那么NIV圣经 也发得很清楚 to buy your freshing floor 我们先看英文的翻译 我觉得比较准确 然后再看看 我们和文的翻译 也不错 那么看看 这一样的项目标 这一样的项目标 哇 很值钱啊 600斤啊 刻色里的金 那为什么穿那么远 那么呢 我们河尔本的翻译呢 我觉得呢 哎呀 翻得比较准确 我们等下再看原本啊 看希伯来文啊 看一看历代记上21章这个记载 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 里面有群困 但是呢 我们河尔本这次翻得太棒了 太准确 你看他怎么翻 河尔本是翻对的 比NIV圣经 或者说 比其他的翻译 我都觉得来得更清楚跟准确 看看我们河尔本 历代之上 21章怎么翻的 一同来 大卫对阿尔南说 你让这何尝 三年之地卖给我 我必给你诸价 我好在其上 为耶华诸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指出 于是大卫为那块地 准了600颗色吨热金子给南 你看看河尔本下了一句话 不单是买河尔 还买什么 三年的地 所以才比较贵 之前那个记载 其实只是初步 股价只买那个河尔的地 没有提到旁边的上林地 但是原文圣经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节里呢 NIV圣经呢 翻的也就是不算是 跟我们河尔本圣经翻的 很差一点 但是呢 其实他翻的也不错的 因为你看看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们眼睛好不好啊 因为他这个很长 我没办法放得很长 那他在原文里面呢 我们看那个红色的字 And set David to Oman Grant lead the place of this flushing floor 那么 这个flushing floor 在原文可以读吗 第一个是Vocal语话 Macchum 可以读得到吗 这个Macchum这个词 在原文 对可以翻译着 place 也可以翻译着 standing place 意思是说在这段经文呢 不是单单只讲到 那个flushing floor 那个河尘 也讲到这个standing place 下面一个字 才是flushing floor 就是打鼓的地方 我们河尔本圣经翻的河尘 但是其实也可以翻着 凉仓 而这个字呢 在希伯来文呢 是用了一个 genitive case 因为前面Macchum这个词呢 我们读希伯来文 我们还没叫到 它是用了conscious state 所以其实更准确的 希伯来文的翻译呢 应该 the standing place 我们英文圣经是放的 the standing place of the flushing floor 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呢 因为它是属于genitive 所有格 可以翻译 the standing place belonging 这个所有格嘛 归属嘛 belonging adjacent to the flushing floor 这个就是我们河尔本的翻译 不单单买那个河尘 连那个商林地 而且你想想看 原文这个Macchum 不是指这个地哦 是众人 standing 可以站在那边 可以一同围观 看这个陷器的 所以不是一块小的地啊 所以才那么值钱 懂了吧 所以更准确的翻译 其实大卫 不单买那个打鼓的地 那个河尘 也买商林可占之地 百姓 我已经打错了 百姓可占力 观礼 所以我们河尔本翻译 河尘与商林之地 是更准确的翻译 是真正 譬如希伯来文 这个standing face 和他的原来那个 genitive case 原来的含义 所以 感谢神 原来没有错的 的确 在历代记上 记载这个金额 多 比原来的多了几百倍 一个是银子 五十 一个是金子六百 差多少 没有记错 历代之上说明 不是单单买了个河场 更是买 旁边 可以众人 占力 管理的standing place 所以感谢神 原文是多了这个 Macomb 这个字 你去查考他的definition 不单是地 suit 我们AV呢 其实只放着site 不够 假如放着 Let me have the standing site 然后大家都更知道了 哦 原来要众人 站在那边 管理了一块地 当然就是比较值钱 所以要发到 六百的shackle of gold 你懂了吧 但是假如不了解原文的 只是单单看NIV的翻译 很多就攻击圣经了 你看怎么买同样的东西 记载错了 不可能记载错了 那么明显的错误 不可能写在圣经里面的 你懂吗 差太多钱了 其实是买不同的东西 可以吗 了解了吧 这为什么鼓励同学 希伯来文不能丢掉 虽然这个学习马上结束了 我现在一辈子 还在用希伯来文 这也是我前几天 在查的一些资料 这个很明天 矛盾 原本是怎么说的呢 很多时候 我们的翻译的圣经 无论是NIV也好 天津评论也好 包括我们河本 常常很多地方 不够准确的 所以NIV圣经 要重翻的话 请他们在家 standing site 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不要以为 美国人他们就很厉害 其实 这个神的原文 拨打近深 有些地方他们在这里 就没注意到 所以就给人搞读了 怎么差那么多钱呢 是圣经记错呢 No Sorry 这是要买相连地 We give河本一个credit 我们河本这里 他们可能有注意到原文 可以把相连地 adjacent site 这个字加上去 太棒 给这次算教室 一百年前 翻的这个河本 有些地方不错的 但有些地方我们也读到犯错的 记得吗 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有些地方我们就appreciate 可以了解了吧 假如别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就要看清楚 这个site原文是standing place standing site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有信心 假如有表面的矛盾 有矛盾一定是表面矛盾 singming contradiction never is a real contradiction 就是说challenge我们要从文化 修持学 这个原文 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新闻 把那个难题解答 那么 其实关于这些圣经难题的书 英文的中文也不少 所以也鼓励大家上来去做一些研究 你看到这个place maccomb place standing place 然后在官号里面在dbd 很记得这个dbd吗 我介绍过 在你们上希伯来文的时候 dbd是一本 很有名的希伯来文的字典 它里面对这个字的定义 是一个conscious state 表示是一个genitive 是一个所有的belonging 好了 第七个表面矛盾的 我们今天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复活节的时候 还讲不清楚 究竟耶稣是时候第三天复活 但是过了三天复活 你记得吗 有人会讲说 耶稣复活是死了 过三天才复活吗 对不对 但是有些基督徒就说 第三天复活 其实这两个说法 圣经都有讲 那究竟是哪个说法对 还是说我们又有矛盾呢 是真实矛盾呢 但是表面矛盾 所以我们看看原文 看看这两个记者 我们先看这个 马太福音 比较多讲第三天复活 我们来读一下 马太福音十六章 一同来 耶税 是什么人 但别的是哪儿去 都长马 祭司长 文士 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被杀死后第三天复活 同样的信息 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又说了 他们一同来 他们要杀他 第三天他要活 再读马太二十章 人子要被交给 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盯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与弄鞭打 钉在十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所以在原文也很清楚 你看到那个红字吗 to be raised on the third day ki就是an 所以原文第一次写得很清楚 第三天复活 on the third day 但是呢 你去读马可福音就麻烦 马可福音呢 说过了第三天 那这两个就有误差了 假如照着马太福音的描写 我们会理解的 耶稣是礼拜五 下午三点 断期的 但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 到六点钟 就是the end of the day when sun said that is the end of the day 所以从耶稣 三点钟下午时 到六点钟 那个算一天 了解了吗 然后礼拜六 又是一天了 到礼拜天的早上 第三天 对的 所以马太福音讲 第三天复活是对的 假如过了第三天 就不对了 就礼拜一了 你懂了吧 不能过第三天了 那究竟马可所说的 过第三天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是我们合本犯错了 原文没有这个含义 我们来看原文 先看中文圣经先 所以 假如你不了解原文 你就读了两个版本 因为的确 按照我们合本圣经 马可福音说过第三天 才复活 我们来读一下 马可福音第八章 一同来 人子必须受举多的苦 被长老 基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究竟是第三天 还是过第三天 这个是很明显的不同 对不对 那究竟马可为什么这样说 是马可说错呢 还是我们的一本 合本犯错了 我告诉你 这是一本犯错 大家我们来看原文 再读下去 马可福音第九章 又是这样说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章要被交在人手 被杀 以后过三天 他要活 我们合本呢 又在这里翻过三天 然后再补充一下 在刚才马可福音第八章三章一节呢 为什么 我们中文圣经翻那个过 把这个过字翻出去 因为呢 在原文里面呢 你看看原文怎么写的 to rise after three days and 那的确呢 英文圣经 也照原文把这个 after放过去 所以我们合本是照这个 Kindjins Version翻的 把这个after过之后 三天之后 复活 就是因为原文有matter这个字 看到吗 matter这个字 下面的红色的字 就是after 还记得我们上学去学希腊文吗 这个matter 是 把它翻到after 但是matter这个字啊 其实有 很多不同的含义的 我们等一下再说 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 其实在原文没有matter这个字的 但是 马可福音我们 合本的方法 可能他觉得有consistent 因为第八章 有after after 过这个字 所以呢 他就顺理成章 也把这个 第九章翻成 过三天复活 其实原文就是第三天复活 没有matter这个字的 你们回去查考一下 我没有把原文打出来 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们再读 他们要信用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被拿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我告诉你 我们合本 这里也是 是配合前面第八章的 因为在原文也没有matter after这个字 因为只有在马可福音第八章 三十一节 有出现after matter这个字 到了第九章 到了第十章 描写都是第三天复活 on the third day on the third day 没有说after the third day 没有after这个字的 但是 我们合本为了配合前面 第八章 故意 把这个过这个字 讲进去 原文其实没有after这个字 没有matter 我们来算明 然后呢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也是说过三天 二十七章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记得哪 诱惑人的 还活着的时候 常说 三天后 我要复活 那这里有matter 但是呢 翻译希腊文的人 把这个matter放在after 其实是犯错的 matter这个字 我们看看 希腊文的字典 给我们不同的定义 原来matter这个字 神灵学的希腊文这个字 还会读吧 matter 这个matter这个字 对 一般可以翻译 after 就是我们 NIV圣经 consensuation的翻译 但是呢 其实这个字 你去查稿 有别的用法的 可以翻译 在中间 假如翻译的人 用这个原文 这个行业 在第三天的中间 耶稣在礼拜天 早上复活 就是在第三天的中间 到六点才是 the end of the day 所以 应该把matter翻译 admit the third day or in the midst of the third day 不应该翻译 after 虽然在希腊文里面 的字典里面 的确matter 会翻译 after 但是 NIV翻译的人 就不应该翻 after 因为很明显 马祖跟马太会冲突的 懂吗 matter这个字 可以翻译到 在当中 在第三天的当中 耶稣復活 第三天之后 是差很远的 你懂了吗 你了解 这变成是要礼拜一了 守主日 都改成礼拜一了 不对的 而且经文也矛盾 也应该翻译到 in the midst of or amid 其实你去看看 约翰一书第四章 这个希腊字matter 也在这里出现 但是这里就翻得很准 就是按照上下文 就翻amont amist 我们来读一下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 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amont us 得以完全 你看看NIV接着 配合上下文 他翻译到 in this way love is made complete amont 原来是matter 在我们中间 in the midst of us amont us 马可福音第十章 也讲到 耶稣应许门徒 你们今生要受逼迫 但是来世的永生 今生的百倍 等等的应许 整个经文 我都不扣出来 只把马可福音 第十章三十节 耶稣讲到 你们要受逼迫 这个要受逼迫 其实原文呢 就是用 ummit matter这个字的 matter persecution 你们会在苦难逼迫当中 你们会受集着苦难 在苦难当中 ummit matter 翻译 不能翻 after persecution 是 你们会面对很多的苦难 围绕着你们 在你们中间 所以约翰义书 把这个matter 放在amount in the midst 爱在你们的当中 然后我们英文放在amount 然后 要受逼迫 这个matter persecution 是放在ummit 你们会面对很多的苦难 在苦难当中 都是放在ummit 所以 马可福音第八章 那个过三天 这个过字 matter 应该翻到什么 在 第三天 ammit the third day 所以对不起 原文应该matter 这个字 翻之后 ammit in the midst of 不应该翻到after 所以 我刚才提过了 NIV圣经 也不是最权威的 他这里就翻错的 不应该翻after 他因为他不小心 跟着king君 应该翻 耶稣 再 ammit the third day 复活 所以 耶稣 死后 第三天 复活 是对的 两个 无论是 在马太 跟马可 马可 这原文 叫了matter 但是应该翻走 matter 所以两段经文 马太也好 马可 也好 其实都是同样 要表明 耶稣是第三天 复活 但是呢 马可讲的更具体 在第三天 什么时候 中间 其实对啊 耶稣在凌晨 就是礼拜天的中间 因为从礼拜六 下午六点 就开始算 另外一天了 你懂吗 他真的在中间 复活 不是到礼拜天 晚上 六点 没有 六点 他应该去访问 门徒了 敲门徒的门了 愿你们平安 是在当天复活 去造反门徒的了 愿徒20章 所以 感谢神 圣经没有记错 所以 到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讲错了 假如有人讲错 我告诉你 今天有些牧师 很讲错的 耶稣过了第三天 复活 No 他不想清楚 怎么是过了第三天呢 是第三天啊 虚和马朵 不议是这样写 和合本 但是写错 翻译错 包括NIV 都犯错 So Greek So important 西伯来文 So important 你没有原文解经 你真的解不开 了解了吧 所以 我们还有一个礼拜 好好努力 把西伯来文 这些单字 真的要背好 我等一下要带着你们复习 不用怕 下礼拜考试 希望 可以考得出来 最少把那些单字的定义写出来 然后翻译的西伯来文 可能难一点点 但是 最少把那些单字 把它读到管管乱书 会考单字的翻译 然后考22个字母 默写 先把一些题 先跟你们复习一下 考不出来 没有道理的 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好 所以 了解了吧 这个 第三天还是过三天 不是过三次 是第三天 in the midst of the third day 那么 虽然刚刚信主 也听得懂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 福和节是 耶稣死后第三天 是Sunday 耶稣在 耶稣是在礼拜五的下午 三点钟 断起的 然后跟着他们 就马上进逾越节了 这个安息日 18天是在礼拜六 从礼拜五的晚上 6点就开始了 第二方面 第二大题 刚才提到经文的表面矛盾 刚才是文字上的 明显矛盾 400 430 第三天 还是过三天 文字上矛盾 但是有些经文是 教义上面 带来混乱跟矛盾 比如说 第一个矛盾 表面的矛盾 教义上表面的矛盾 都是表面的 一解开 你就发现没有矛盾 比如说雅各书 我们大家读 很明显 他就讲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这个经文大家很熟 雅各书第二天 但是我们明明读到 罗马书 加拿大书 太多的经文 保罗讲得很清楚 人称义是因着什么 是信 不是借着行为 加拿大书的行为 又回到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了 靠律法得救了 整个罗马书 加拿大书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都是讲的 恩典之约 是借着神的恩典 人的信 包括亚各乃德得救 都是因着信 而得救的 但是为什么 雅各书说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好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二章 特别注意 等一下我们会读他的上下文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 先扣出来 二章二十四节 记得一同来读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 因着信 雅各老书 你怎么搞错 我们接着最重要的信仰 保罗的教导 罗马书 加拿大书 讲得那么清楚 因信称义 德救是因着信 白白的恩典 怎么你老兄说 因着行为呢 有没有写错 因为罗马书你看 很多的经文 保罗怎么说 三章二十八节 一同来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称习律法 不在乎行为 不在乎守律法 是因着信 再读下去 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德与神相合 讲得更清楚了 不是因着行为 是因着信 因信称义 然后保罗在罗马书 第三章二十四节 第四章十一节 第十章第十节 一直重复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那为什么雅各 James老兄 居然说 因着行为称义 难怪 改教家 马丁路德 他当初 改教的时候 最讨厌雅各书 因为 马丁路德是高举 因信称义 要把这个旧恩的证理 恢复 当时的天主教 就是说 因着行为称义 要买赦罪券 要守这个参回礼 要捐钱 修路 等等 才能够得救 对不对 所以马丁路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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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看罗马书 回去看加拿大书 因信称义 所以当年 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 他最讨厌雅各书 甚至说雅各书 很可能不是 圣经正典的一部分 当年你是老兄 一定搞错了 因为矛盾 对不对 矛盾的地方 一定是错的 一行称义 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 怎么跑了一段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幸好 到马丁路德晚年的时候 他看懂了这段经验 他也看了行为的重要 人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行为真的很重要 他后来看懂了 所以才接纳雅各书 是新约的正典的一部分 否则我们就叫 Protestant Church 是从马丁路德出来 可能路德中的路德教会 就少了一卷圣经了 但幸好 后来马丁路德 接卷经文 这个雅各书 究竟雅各有没有讲错 还是我们体会错他的意思 所以让我们看看雅各书第二章的前下文 整个context上下文 我们就老懂究竟雅各在讲什么 不要只是看表面 端章取义 雅各有他的含义的 一同来读第二章十四节 我的弟兄们 第二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第二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让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助我的行为 让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屈服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 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然后才到了二十四节 雅各讲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 所以要注意雅各讲二章二十四节之前 你看看他之前 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他在 讨论 这个信心 信仰 真假的问题 对教会来了很多人 师父 真的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信 耶稣的呢 真的是崇尚得救的呢 有真实的信心 一定会有生命行为的表现 假如你说我受洗了 我信主了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 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 那你这个信心 可能是假的 是真的信主呢 还是表面信主呢 还是因为来教会找个女朋友才信主呢 还是为来教会做老鼠会 我才信主呢 真的今天很多人东西不单纯的 那故事给我收洗了 我就可以跟那个姐妹说 我是基督徒了 神说就是你了 你要嫁给我了 把姐妹骗走 所以以后我们做传道要小心 好好辅导 这些弟兄 所谓弟兄 说有圣旨 神跟他说话 你要小心 常都是假先知来的 所以雅各当年就处理这个真假问题 真的信心 还是假的信心 真的信心 就像耶稣所说的 从国子认出树来 假如你说我信了 没有任何圣的改变 也不读圣经 也不祷告 也不聚会 也没有改变坏习惯 骂人还是骂人 打老婆还是打老婆 骗人还是骗人 那你这个是真的信的吗 雅各说no 你的信心需要被证明出来的 他在讨论真假信心 活的信心还是死的信心 没有行为的是假的 是死的信心 所以他讲了两遍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 是死的 所以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箭头 我们一种来读 真正雅各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箭头一种来读 雅各在说明真假信心的问题 真的信心 没有生命行为的活出 信心与行为并行 假信心 死的信心 不会活出生命行为 所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是在讲称义的证明 得救信心的证明 不是讲称义的方法跟原则 方法跟原则 的确是罗马书所说的 因信称义 不是讲称义得救的方法 是讲你真的称义得救吗 你的信心真的是真的吗 因着行为的证明 所以其实他这个原文的含义 人称义的证明 他的含义 证明你真的称义 你的信心是真的 人称义的证明 是因着什么 国子行为 他不是讲方法跟原则 假论雅各是讲 人称义的方法跟原则 他就是一段了 他不是讲方法跟证明 方法跟原则 他是讲证明 怎么证明你是 真的信的耶稣呢 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呢 怎么知道你真的 因信称义得救呢 一个得救的人 称义的人的证明 因着什么 行为 用国子 所以感谢神 雅各跟保罗没有矛盾 雅各书跟罗马书跟加拿大书 没有在打仗 没有矛盾 讲不同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从雅各书 第二章二十四节的上文 看看老雅各在讲什么问题 他在讨论一个真假信仰 真假信心的问题 真的得救呢 真的证明呢 还是没有证明得救呢 所以 所以他是讲证明 不是讲方法 搞清楚 所以假如在有这种子妹问你这个问题 你就让他好好注意 叫他读 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这个上文 雅各是讨论真假信心的问题 是活的信心 有生命的信心 还是死的信心 死的信心 没有行为的 行为没有改变 香港说五十年不变 其实骗人早都变了 现在一国一制的早都变了 OK 我们都不谈这些 但是要了解这个经文 没有矛盾 所以我刚才引到耶稣所讲的 耶稣讲的最有权威了 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 其实耶稣讲的跟雅各讲的一模一样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 耶稣怎么说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看到吗 怎么认出 他是真的有生命 是好数还是坏数 是得救的 还是没有得救 从果子认得出来 因为耶稣讲的很清楚 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是假的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 都描写到有麦子跟拜子 麦子是什么 我们河本翻麦子 没人懂得懂 麦子跟拜子 麦子是vit 会长出麦穗的 有生命的 那么拜子原文是vit 野草 不会结果的 你家后院都野草 我们这里仅在搞野草 搞得烦死了 野草没用的 我们来读读 耶稣讲得很清楚 在神的国度里面 会有真有假的 有麦子 是有生命的 是得救的 但也有假的 基督混在当中 耶稣描写他们是vit 是拜子 我们来读一次 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 一同来 耶稣 睡觉的时候 在拜子 搭在麦子里 就走了 普通说 你要我们把去 落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 肉 拜子 连麦子也 拔出来 融着两样 一起 当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 收割人说 先将麦子 肉出去 捆成捆 留着伤 要麦子 只要收在 上里 刚才读的是拜子 拜子要捆得烧 没有得救的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跟老雅阁所关心的 一模一样 教会里面 有甲纪的土 没有真心性的 耶稣同样说 在神的果斗里面有 拜子 野草 你不能结果的 不能有生命的果子的 你希望看野草 能够结果水果给你吗 不可能 我们外面有无法果树 橘子 有没有在长 那个橘子 去年这个时候在长 有没有 有场 明天呢 那我等下去再几个 不过现在开始下雨了 不要淋水了 现在开始 这个雨季 明年我们好好在 夏季 给它浇灌 多放的核达 保证无法果 长五六百个 我们是从来没有 给了浇灌 那么大的无法果树 我们有两颗 拿去卖的 赚钱 我告诉你 无法果在美国 很贵的 但是就因为我们没给它浇水 也没有给它 所以我们每年好好来干 暑假之前 给它 好好 给它每天浇一下水 这个拜子是不会结果的 麦子会结出麦子 这个 这个税 所以耶稣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教会里面 真的是有真有假 老雅各也是讨论到这个问题 有真的基督 也有假的基督 有真的信心 有些假的信心 那么怎么分辨呢 人真正的称义得救的证明 是因着他的行为 但是呢 在你们的教会里面 做辅导也好 做传道也好 要很小心这个原则 你也不要 too quick to jump to a conclusion 但一个信徒 他现在住三年五年了 结果你发现 他也没读经 也没祷告 或者说 还有一些的软弱 don't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哎呀 可能你这个没得救了 不要太快 因为 有的时候 假如他信主之后 没有传到人 教会好的栽培 他不懂得读经的祷告 像很多人去天主教 真的 在天主教 天主教信徒 他们很少读经评告的 因为他重视疑师 往旺弥撒 很重视 那个礼拜天 去了教堂 去旺弥撒 然后他们的confession 告结理 他们靠这个 很少教导他们读经祷告 所以在佛教会的教导 假如 教会不重视读经祷告 也不教导 这个脱去救人 穿上信任 不重视教导 成圣的真理 要对付罪 甚至现在我提到了 这个 评论是 Joseph Prince 在 这个台湾也有 在大陆也好 就说你犯了罪 不需要认罪悔改的 那就糟糕了 甚至鼓励大家 不怕犯罪的 因为不需要认罪悔改 他的理论说 耶稣找着赦免了 你一切的罪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罪 找着赦免了 所以你不需要有罪就赶 你早就被赦免了 不需要再搞认罪悔改 所以 根本就是 真的很容易跌倒犯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 生命没有改变 是教会跟传道人 没有教导 或者教导错了 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 下结论 也可能 这位弟兄 他成长的背景 特别困难 或者说 他小的时候就是混帮派的 就从小就有很多 不好的习惯想法 假如没有一个牧者 好好带着他 带门徒 跟他一起祷告 一起进食祷告 一同征战 我被圣灵充满 可能他一直胜不过 所以不止他不愿意改变 就是有些的罪性 捆绑太深了 需要 甚至有些教会 懂得医治释放 做Ener healing等等 所以 有些人 有些的罪 好像 一直胜不过 不一定是他没有得救 可能他真的得救了 但是 没有得到 很好的带领 帮助 圣经真理的 教官 圣灵的充满 牧者的帮助 跟他一起祷告 甚至一同帮 做Ener healing 做Counciling 能够让他把这个罪 能够摆脱 所以有些时候 是我们的 教会牧师的责任 也不一定他 没有得救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来分辨 所以为什么在 柯林多全书 所有一章讲到 有一个恩赐 叫分辨助灵 有些牧师 真的有这个话恩赐的 虽然这个弟兄 好像没什么改变 但有些牧师 给他一祷告 或者一看 他就知道 连你神就跟他说话 他是有得救 或者没得救 以前我在教会 里面有个童工 我提一下 郑牧师 他有一个恩赐 就是 真的是分辨助灵 他让我说 一个信人来到他教会 他说很奇妙 神会让他闻到香味 最后是臭味 香味呢 他就是知道他得救了 这个是绝对是真的救助 但是他灵里闻到臭味了 他就要跟着传福音 虽然他说 他已经受洗了 也叫回去五年 七年 但他里面真的有分辨助灵的恩赐 神就给他闻到香味跟臭味 那我没有这个恩赐 但是神给我另外一个恩赐 就在灵里面 跟着谈话 我灵里面就会分辨到 他信仰得救 清不清楚 然后我觉得他不清楚 我就帮助他 我不会论断他 我就帮助他 好好读约恩福音 第一章十二节 帮助他 切带耶稣 或者读福音桥 或者施定律 帮助他 甚至一次 两次 用不同的经文 来帮助他 让他更有得救的确据 清楚从中得救 所以这个分辨助理很重要 所以不要太快 jump to the conclusion 怎么也不读经 也不祷告 一定是没有重生得救 一定是假的 不一定 读书是一个再疲的问题 好 所以要弄清楚 这个雅各书第二章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他的整个背景 跟含义是指导 称义的证明 所以假如你有圣经 就写上去 称义的证明 不是称义的方法 假如他只讲方法 就完蛋了 罗马书跟他就相反了 好 所以不少的线上的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 假如有问题 可以写在你们的留言板 等在end里 可以帮我们读出来 今天内容蛮多的 我们再剩下半个多小时 好 那么 第二个教义上的问题 哎呀 不难解决 教义上的矛盾 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 就在罗马书里面 保罗怎么说的 在第二章怎么说的 一同来 我们先看这个难题好不好 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 凡行心行善的 就以永生报应 保罗所说的 音信称义不是矛盾的吗 在同一卷书 很多人要跑到雅各书 对不对 在同一卷书里 保罗你怎么讲相反的话呢 你看看 在罗马书第二章整段 我们把它读一读吧 第二章第六节就更清楚 你看保罗很清楚说的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行心行善 寻求荣耀 尊贵和 不能修外之福的 就以永生 报应他们 这不是行善得永生吗 那么跟保罗讲的 罗马书所讲的 因行称义 加拿大书所讲的 因行称义 不是就明显的矛盾了吗 保罗先生你有没有搞错啊 还听了一章 居然说 告行善 得永生 你到了第三章 就讲一心称义 前后矛盾了 真的前后矛盾吗 不是 看看 其实保罗在讲什么 我们看看箭头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就了解了 保罗是引用亚当之约 道德之约中的应许 作为受造之人 是应永远遵守的 故保罗在此重生 并指出堕落的人 无人能守得住 而得永生 因为他在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三节就说 没有一个人 航行行善 做得到 而得永生的 你看看他的结论 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这个亏缺 原本是full shot of 神荣耀的百分之百的 道德标准 我们人怎么努力 就算重复是怎么努力 可能只达到百分之七十 会短缺的 full shot 你达不到百分之百 就是full shot 达不到这个百分之百的目标 就是罪 其实韩记得吗 我们上学期讲希腊文 罪这个原文 Harmatia这个字 你记得吗 Harmatia这个字 是描写 原本是描写 谢贱 没有谢中红心 偏差了 偏差就叫Harmatia 你试了差一点 就是不中 不中就是罪 你不要说 哎呀我再差一点点 你买骆驼车 差一点 它是100 你买了101 差一点 就是没有中 就是差一点 就是不中 不中就是罪 原文是这样定义的 所以可能说 孔老夫子很厉害 道德很好 但是他 面对神百分之百的 荣耀的标准 可能他只达到百分之七十 或七十五 还是差了25% 这个差原文就是定义是最 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航心行善 而真的做到一个地步 得着永生报应 保罗引用这个道德律 它是引用原来神在一顿约里面的 亚当之约 我们前几堂讲到这个亚当之约 道德之约还记得吗 包括你们的系统神学第十堂课 你们应该刚刚听完讲到这个亚当之约 这个道德之约 原来神在亚当里面放了一个道德命令 让亚当要完全的顺服 守神的道德命令而进入这个永生的 所以真的原来神跟亚当的约定 亚当之约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报应 亚当应该行赛 而亚当没有守住 但是这个道德命令的基因 不单在亚当我们的祖先里面 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有这种道德命令 觉得要行善的永生 这种声音不单单想在伊甸园里面 当年神告诉亚当 其实这个声音也响在所有亚当的子孙的心里面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都有个共同点 靠行善得救 了解了吗 为什么普世的宗教都是高举靠行为得救 佛教也好 今天的犹太教也好 在以色列为什么连连征战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 还是要高举律法跟行为 靠这个得救 伊斯兰教也是讲行为 那么讲三公 要朝拜卖家 我以前在普林士顿神学院 在那边写我的论文 然后就住在那边 住了一个基督署的房子 他把几个房间住出去 其中住给一个回教徒 伊斯兰教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阿布 他很可爱 这个阿布 他跟我聊天 我跟他传福音 反正他就是不信 他觉得耶稣就是其中一个先知 但是他没有真的死在石架上 神把他救了 然后他说摩罕默德 是耶稣之后更伟大的先知 要信摩罕默德 你不要小看他们了 他们真的是很敬切 他每天下班 他就一定了 我就看到他 他拿着这个小地毯 就转这个方向 就跪下了 就这么祷告 我问他为什么要转这边 那边就是卖家 他的Compass 知道那边就是卖家 他们真的很尽情 而且他们在这个 他们叫的那个禁食月里面 真的禁食 一个月 斋 斋 立 一天不吃东西 到晚上六点之后 才吃点小东西 他们真的是以这些的 守这些律法 作为他们得救的一个 一个基础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其实都受到当年神给亚当的 道德命令 把这个道德命令 刻在亚当的里面 亚当在里面有能力守得住的 但是他因为撒旦的引诱 蛇的引诱 污用了他的自由意志 他有能力守住 但是他却不遵守 不顺服 而多罗的人 原罪本罪的捆绑 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守得住 靠行为得救 所以保罗在前面第二章 是把这个工作之约 这个道德之约 你恒心行善 真的是可以得永生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他的结论是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可以吗 不要误会保罗 不要以为他前后矛盾 第二章说行善得永生 后面说要硬性得永生 你保罗讲什么 他是讲旧约的工作之约 亚当之约 结果我们在和西亚书第六章 圣经就提到了 亚当被约 其实我们都读过了 那个是真的靠行为的 但是保罗到了第三章 把结论讲出来 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 恒心行善 得到永生 得救的方法 是借着因信而成立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背景搞清楚 所以保罗没有矛盾 同样的 耶稣也讲了像保罗 在罗马斯第一章的话 这段话也是常常被人引用误解的 以为耶稣在讲套美德 不犯罪 就可以上天堂 不下地狱 这段经文要小心处理 否则 耶稣在马太文十八章所讲的 跟他所讲的 信福音 包括保罗所讲的 硬性诚意 都是矛盾的 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段经文要非常小心的处理 我们读一下马太文十八章 常说你一只手或只一只脚 叫你跌倒 就喊下来丢掉 你却一只手或 强如两脚被丢在永佛里 常说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把它挖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佛里 所以表面看见那经文好像 你要好好有美德 眼睛不要东看西看 所以你卧室 否则你下地狱 不能再往上风看西看 也不可以你的脚 跑这是犯罪的地方 让你跌倒 你的手也不能打人 也不能偷钱 否则你下地狱 就不能得永生了 看到表面的吗 好像耶稣也在讲 靠行为得救啊 不对啊 耶稣也懂得亚当之约 他其实跟保罗在罗马是第二章 一定要他在引用我们看那个箭头 真正的结论跟说明 一段来读 同样 耶稣是引亚当之约 道德之约中的善恶报应 来鼓励美德善心 而非作为恩悦时代得救的原则 不要误解耶稣的意思 耶稣用接人经文是鼓励大家有行善 不要随便犯罪 打人骂人 去偷钱 不能 因为主耶稣很清楚的 对世人算高 得救是什么 靠什么 信福音 马可福音我们一同来读一章十五节 耶稣亲自说的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得救不是因为你 真的是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不是靠行为得永生 你看耶稣怎么说 这个信福音 这个信耶稣 是神的儿子 是救助 不是靠行为得救啊 但是耶稣引用 讲了这段经文 是引用了原来的 亚当工作道德制约的命令 来鼓励当时在败坏的人 要尽量去行善 但是当然没有一个人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行善 得永生 但是耶稣还是要鼓励 你发现耶稣在登山保训 马太福音第五章 就更讲到那个得救的方法 一同来读 虚心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你看天国是他们的 他们都能够得救了 得救的方法不是砍手砍脚啊 那个只是鼓励他们啊 真正得救的方法 耶稣说要做一个什么 虚心的人 究竟什么是虚心啊 很多人解这段经文又解错了 我们一同来读 很好千倍的人 他们就得救了 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不是在讲道德经 不是 原文是 poor in spirit 穷到一个地步 好上这个穷这个字原文是 描写一个人穷到 一无所有 像习盖 去讨饭 要贬给他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如同一个道德的习盖 真的看到我道德破产 一无三行 一无好处 我能够有的 要神给我 要耶稣给我 来领受耶稣去得的救恩 跟社民 这样的人得救恩 是这个意思 是不靠自己的意思 原文那个 poor in spirit 而且看到自己 so poor in my morality so poor in my conduct I cannot rely on my conduct and make good behavior to be saved 是这个意思 所以同样的 耶稣不是高举靠道德得救 耶稣高举的是信福音 高举的 你要看到你 没有办法 真的能够 努力的做得出来 你需要做 但是你要看到 其实你做得不好 做得不够 看着自己的缺乏 来依靠神的恩典 跟社民 是这个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解错 这里我们 和本圣经真的翻得不好 我也忘了去看信义本 信义本怎么翻 还是他又是翻虚信的人 那就不对了 应该翻灵理贫穷 就比较好 听到吗 手机应该都有信义 怎么翻 没关系 我们先下一个 我们时间很紧凑 那么第三个 教育上的矛盾 就是 得救的人 会随流失去 失落吗 韩世 有很多的经文说 我们得救之后 永远是神的儿女 一定神会保守 我们到底 两方面的经文 教育都有 那谁是对呢 究竟得救会不会 因为一些错误 就随流失去 就失落了 找到吗 信义本 还没找到 没关系 好 我回去查一查 在微信告诉你们 好 我们看看 得救的人会随流失去 因为希伯来书 第一月章怎么说的 我们一同来读 所以我们当 越法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凡悲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 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所以要小心注意 节理所讲的 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不是指导 道德教训的道理 因为你看到下文 这个道理是讲的什么 是救恩的道理 假如他们忽略了 这个救恩 的真理跟道理 就会随流失去 不依靠这个救恩 随流失去 就不得救 你要用别的方法 你要信洛西底主义 你要信犹太教 不重视这个救恩 的这个真理跟道理 当然随流失落 是指的这个 所以我们读一下 这个箭头下面的说明 一同来 不是信徒 不听道理教训 犯罪跌倒 便随流失去 失落 不得救 乃是作者 对慧众提醒 特别其中 有不清楚救恩的 人要靠献祭来赎罪的 要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就恩 否判断你 否则谁 随流失去 所以西伯来说 这作者在第二章是讲这个问题 不要 对好入座 这个听见这些道理 这个假如不正中 不好遵守 就随流失去 就不得救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提醒当时会众 不要再靠献祭赎罪了 要好好郑重这个救恩的真理 否则 就会随流失落了 再看马太福音24章 有时候我们读的一个经文 也是很害怕 好像没有忍耐到底 就不得救了 又要搞行为了 究竟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讲这个忍耐到底 才得救是什么意思 我们读下去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们看见 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里 那时在犹太的 应当跑到山上 在房上着 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所以看他整个下文了吗 这个经文是耶稣 针对谁说的 不是针对你跟我说的 你看到下文 不是针对普世的信徒说的 我们一通来读 是特子以色列选民 他们在以色列看见基督 敌基督打漏了 这个敌 毒漏了 敌基督站在圣地 就是那个行毁坏可真物的敌基督 只有他们才看见了 在以色列 再读下去 他们守安息日 主提醒他们 大灾难与敌基督的逼迫 你要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因为主必降临感恩山 拯救他们 即应验了罗马书11章28节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所以不是指到一般的信徒 你要忍耐到底才得救 懂了吗 不要对号入座 从整个下文你发现 讲到利门看见 只有以色列人在以色列才会看见 在耶路撒冷才看见 在犹太地 讲得很清楚 而且讲到 守安息日的 盼望这个灾难 不要在这个冬天或是安息日 表示说当地的以色列人 他们还在守安息日 不是指到我们普世的信徒 感谢神我们普世信徒 是守主日 不是守安息日 所以这段经文是 耶稣特别勉励他的同胞 忍耐到底 是忍耐什么 忍耐当时敌基督的逼迫 因为在大灾难 这个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 我们研究启示录 我就有讲解了 特别逼迫以色列人 甚至不准他们到圣殿献祭 要这个行毁坏可证悟的 要自立为神 要犹太人去敬拜他的 所以不是指到一般普世的基督 是指到在当地以色列的情况 所以不要读到这个十三节就害怕 忍耐到底才得救 万一我没有好忍耐 一下犯罪跌倒 都不得救了 就完蛋了 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断章取义 那么还有其他的经文 我们读到也会害怕 那么几段经文 还记得吗 在第一堂课我有处理过 我就一轻轻带过就好了 我们还是读一下 就很快把它带过 菲律比书第二章 走当恐惧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我没有恐惧战兢 就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了 其实何本犯错了 因为在原文不是work for 你回去查看原文 这个NIV就犯得很好 是work out 要做出你得救的功夫 是把得救丰盛的生命 work out 去work out锻炼 work out 把努力锻炼出来 真的要我们得生命 得了更丰盛 不是work for work for的话 就是你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 你要好好恐惧战兢 小心 不要跌倒 不要犯罪 否则你的救恩就做不成了 你就不得救了 又是高举行为得救 错误的捷径 我们也处理过 起书的第二章十一节 讲到得胜了 逼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万一我不得胜 我就要面对第二次的死 就是下地狱的死 那么 你要做得胜者 又讲什么 行为 对不对 那这个又跟异性争以矛盾 记得吗 我们第一堂课已经讲过 幸好在原文 有这个害这个字 我们这个 可我们翻得不准确 不清楚 其实在害这个字 在原文是 就是如同一个criminal 一个罪犯面对审判 所以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做一个得胜者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已经被提了 你不需要等到白色大宝座 面对这个白色大宝座 第二次死的那个审判 因为我们已经被提了 所以说你假如已经 睡了 就复活被提 不需要等到白色大宝座 那个时候 他不信的人 一同复活 你在仅仅得救 犯罪跌倒的 需要在那个时候再复活 还记得吗 我讲到 有两个书卷 一个生命册 一个书卷 所以在仅仅得救的基督 在那个时候才复活 但是在这里 应许得胜者 不需要面对 低于去死的那个审判 因为你已复活了 同样的其实第三章 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圣明车上涂抹他的名 有些人又害怕了 我不得胜 耶稣就在圣明车 把Jack的名字涂抹了 糟糕 我都不得救了 把王伟诚的名字涂抹了 不得救了 完蛋了 不是这个意思 回去参考诗篇69篇28节 讲到圣明车 我都不花时间讲了 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 圣明车里面有义人的名录 义人的名字 所以其实耶稣是 说明在圣明车里面 有两个记录 得救的 得救篮 有名字 也有一个义人的名录 在这个圣明车上的 在义人篮 得胜篮里面 就像我们在台湾 有户口的名簿 对不对 你跟谁结婚 或者你有些说 什么对国家的奉公伟业 会写进去的 你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为国家有什么贡献 会写进去的 在犹太人的 圣明车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这个是个义人 他们就写在 这个圣明车的 义人篮里面 有记录 这个是个义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 那些没有得胜的 他们的名字 会被 从得胜篮里面 被涂抹 得胜的 我必不从生命车上 那个一元篮 得胜篮里面 涂抹他们的名字 因为将来 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空中 会有呼叫的声音 就好像《启示录》第四章 老约翰听到 教练的名字的声音 他都上去了 所以将来天使会呼喊 Anna Jeff 陈磊 You know 徐姐妹 一听到那个声音 其实天使 怎么知道那个名字呢 在圣明车的 一元篮 得胜篮里面 是记录的 会呼喊我们的名字 我们就背体了 所以得胜的 我必不从生命车的 一元篮 得胜篮里面 涂抹他的名字 看看那个括号 我们一层读 不从生命车 得胜一元篮 涂抹他 作为得胜者的记录 而得想背体 这些意思 而不是说不得胜就不得救 那又变了告续行为的 但是我们真的得救 是白白的 也是永远是天父的儿女 假如你不好好 追求成圣 做得胜者 我们得不到 神荣耀的赏识 包括地上的赏识 祝福 未来天上的赏识 背体成为羔羊的心腹 与基督一同作王 新天新地 这个荣耀的耶路撒冷 都无分 仅仅得救的基督 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 他们不致灭亡 因为明是在生命车上 但是他们 不能享受 新有的圣耀 那个荣耀 跟权柄 跟作王 只能够仅仅在 新的地球里面 得永生 所以这个一定有分清楚 否则又变了 高举行为才得救了 所以那个 Fordern Line 要非常小心 我们 伤心 得救 永远是天父的儿女 但是 假如你不好好的 做忠心的仆人 好好好好的追求成圣 追求做得胜者 你不能够享受 背体的恩典 做新父的恩典 做王的恩典 而且要面对 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 耶稣把你一生 信住之后 所有犯罪的事情 好像视频给你看 让你心服口服 不需要下地狱 因为你明是在生命车上 但是仅仅只能够得永生 在新的地球 千万不要以为地球 被烈火焚烧 变成物有 不是 万物 老口叹息 都在等候得数的日子 新的地球 好像一个新的器皿 神在列腹当中 把这个新的器皿 新的地球 重新的熬炼 炼那个很荣美的新地球 所以叫新天新地 所以要搞清楚 因为在很多别的经文 神都应许 我们蒙神保守到底 有得救的保障 那么很多的经文 我们只读一个就够了 约翰飞第六章 一同来 凡火赐给我的人 逼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都不失落 在末日 却叫他复活 不会失落的 不会说 你不得胜 就把名字涂抹掉 在圣明上涂抹 你就失落 你就不得救 不会的 好 回去再看看约翰飞第十章 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特别第七章 讲得很清楚 希伯来书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什么 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佛祖 替他们祈求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 神的儿女得救的一个保障 好 再看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就快快来处理一下 我们来读这个问题 马太福音第七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那些奉主的名 传到赶鬼的人 是基督徒吗 他们得救吗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描写 马太福音第七章 一段来读 你们要防备 配着羊皮 里面却是肠道不老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经济上 岂能在葡萄呢 吉利 岂能在文化果树呢 这样凡好树 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 结坏果子 好树 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 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佛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你出树 主啊的人 不能不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子役的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 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就在做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这些人经文 很多基督徒 传道人都在辩论 究竟这些人能够传道 赶鬼行义人的人 是真基督徒 得救的基督 还是 没有得救 你们的看法呢 两种的解释 两种的看法 到今天还是两种的看法 一种看法说 对 他们是基督徒 那假使基督徒 怎么耶稣会说 我不认识你们呢 怎么说 不能进天国呢 第二种的看法说 不是基督徒 是前文所讲的假先知 两种的说法 解释 所以你们去研判 我比较接受 第二种说法 但是第一种说法 是我以前一直所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种说法 是以前我的老师 林道念院长的看法 但他的解释 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 你看看他的解释 我们一头来读 他们奉主的名 传道 赶鬼 行义能 你硬是基督徒 只是他们传道的目的 不纯正 不是遵循天父的旨意 乃是如同假先知 为了自己的私利私欲 而传道做工 天理自己的小王国 雇主责备他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注意啊 认识这个字原本是 亲密的关系 没有亲密的认识的关系 你们不能进国度做王被提 如同马赛福音 二十四章五十一节的恶仆 被撇下 在那里哀哭皆知 也是林道任院长的解释 也是蛮有道理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都接受这个解释 但是呢 我这个礼拜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我觉得可能第二种解释 可能更合乎上下文 第二种解释就是 他们不是基督徒 是假先知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说明 我自己特别写的 一种来 主的大前提是说明如何防备与分辨假先知 是从国旨认出书来 若不是遵循天父旨意 有生命的国旨 并与主有亲密认识的关系 而只有外在的表现 传到赶鬼心意呢 必是坏树 是假先知 不是生命的基督徒 我经过了这个礼拜的思想 我比较接受第二种的看法 因为的确你发现 整个大前提 耶稣一直讲 这个从国旨认出书来 然后他大前提前面15节 开宗明义 提到什么 你们要防备什么 假先知 假先知就不是基督徒 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表面的基督徒 是假的先知 没有真正的生命的 他们是坏树 他们不接触生命的国子 所以我经过一个礼拜 祷告思想 从前提来观察 我觉得更有可能 耶稣是提醒我们要分辨 的确在教会里面 有假的基督徒 有假的先知 甚至有假的传道人物 是未利传道的 真的有 所以耶稣是叫我们去防备 这个事情 从国旨认出书来 所以我欠在我的立场 比较接受B的看法 但假如你觉得 A的看法 我觉得也是我过去满接受的 但是我从上文的解经 我给你发时间去研究 这段经文 我觉得不是基督徒 是假先知 这可能性比较高 你们回去好好祷告 想想看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因为下单去不来 第四 认识圣经修持学 解开经文的正义 然后我就看看 我一口气 把这个重点说明一下 其中一种修持法 叫做转域 Metonomy 就是以其相关的事物 预其本物 譬如说相关的事物 是龟跟障 就预表是王 譬如说创世事实就讲 龟必不离犹大 障必不离两小时间 只等到希罗 其实 希罗来到 就是赐平安 弥赛亚来到 这个龟跟障 其实是转域 它的本体是要表达什么 弥赛亚王 因为王障 那个龟 是王权所持有的 所以从这个帐 就连到 它的本体 就是王 其实它是要说明王 以赛亚说22章 讲到 毕章大卫的钥匙 放在他的尖头上 不是真的把一个钥匙 放给他 这个钥匙常常在 以前是指到全北 把握钥匙的人 就是有全民的人 把这个 国度的全北 放在 大卫 的尖头上 另外一句 刀剑 你们躺过 无人惊吓 刀剑也不 也不经过 你们的地 不是真的 那个刀跟剑 刀剑是 转域 表达是什么 战争 战争不会 领导你们 假如你单单 读字面 刀剑 要使 读不出味道来的 圣经是用转域法 以其相关的事物 预表 他的本物 本身 包括《使徒循传》第二章 They all speaking in other tongues 这个tongue不是真的舌头 这个tongue指到什么 方言别国的话 这个才是本体 不是指到 说舌音 有些 极端林恩派 就弄这段经文 就说 你看方言就是舌音 这个正耶稣教会 对他们就这种高举舌音的 加拿大书 讲到隔离的人 你要知道隔离的人 其实指的是什么 有无态的 所以 我们在 前面几堂课 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八章 讲到 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质病 然后在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是引用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 担当我们的病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上次讲过 不是真的把病 背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病的转育 是把那个本体 本体是什么 是罪 耶稣背负我们的罪 懂了吧 因为罪 是本体带来质病 所以 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解释 其实是一本 是把那个 转育的正义 翻出来了 你看看 He bears our sins 你看到吗 其实一本 把那个 转育的含义 翻出来了 原文病患 是用转育法写的 所以其实一本 把本意的意义 以罪翻出来 所以我上次就说 这个病患 为什么其实 一本这个 saptogen 翻的信 是有这个 修持法的 背后的原因的 好 所以我们都 一口气 就把这些重点讲完 所以得到一个重点 神的话语 读不大精神 读不懂的 或是搞不清楚的 不要太快下定论 好好去学习 求问 我到今天 我还是不断的 祷告求问 有些经文 真的很难解的 包括这些经文 也是我上两个礼拜 在备课的时候 神把这个的亮光 我去查找一些 原文的资料 saptogen的资料 其实是日本的资料 我才发现 原来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是用了一个转预法 难怪 其实日本 把它翻到 He bears our sins 没有翻到 He bears our infirmities 这个病痛 病患 OK 好 那我们就 停在这边 那么我们真的 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一同做一个 感谢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 你把你的圣言 圣经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 更知道如何来 师奉你 如何来生活 如何来传福音 如何做见证 但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对你的话语 真的不了解 也不明白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教导错误 把人引到一个 错误的地方去 主要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也要我们真的是 带着一个 仰望的心 谦卑的心 更多的愿意 付代价 学你的话语 原文的学习 神学的学习 从各方面 不同的角度 能够丰丰富丰的 把你的真理 充满在我们里面 也要我们能够 活出你的真理 真理 比较我们的自由 我们仰望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虽然我们迟了几分钟下课 但是感谢神 最少把 我预备的 把它讲完 然后我们就休息五分钟 我们希伯来文课 线上的同学 记得回来了 七点钟 总时回来 然后你们在中国的 就是休息五分钟 就回来 Jeff你想旁听一点点 希伯来文吗 韩生 院长 stop recording 可以啊 欢迎啊 你说 院长要关掉录音 对对对 差点忘 阿姨 心老地提醒 谢谢 关掉录音 stop recording 太兴奋了